大家好,我是一个即将变成丧尸的男人 今天跟大家聊聊 我和老婆一起打丧尸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子的 那天在众人的祝福中 我和老婆举办了一场深大的婚礼 我的老婆可不得了 不管长得漂亮,身材还好 具备了西班牙女人所有的优点 负责摄影的就是这个大胖子 别看他现在这么高兴 后面你就知道他也多么悲催了 这个是我的叔叔 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居然被一只奇怪的狗给咬了 一切的噩梦 也就是从这只万恶的右手开始 就在大伙们嗨成一片的时候 我叔叔突然从楼下摔了下来 并且翻着白眼见人就要 婚礼现场一下陷入了混乱之中 老婆和我在混乱中也分开了 我和胖子一伙人来到了厨房 眼看着外面的丧尸就要闯进来了 大家都焦几万分 最后我们商量着从通风管道爬出去 到最后轮到胖子时 哎,胖子由于体型比较大 没能钻进来 最后只能留在厨房 被丧尸们羽肉 我们一路爬到了楼上的房间 这时我听到老婆 在监控室发出了广播 她告诉我她已经怀孕了 我当时薪喜万分 听到老婆这番激励 我绝对不能认怂 想想只要不被他们咬到就行了 我穿起护甲就杀了出去 老婆和牧师在监控室里 正在被丧尸包围 外面也乱成了一锅粥 我陷入了跟丧尸的混战中 没能及时去接我老婆 而老婆跟着老王逃进了地下通道 因为我没想到的是 那个傻女人 竟然放弃了逃出去的机会 为了救我 拿起电锯 就掉了自己的婚纱 坚定的杀了回来 娶了这么个老婆 我也真是走了狗屎运 当我再次回到厨房的时候 胖子此时已经挂了 在他还没转化之前 我狠心的结束了他 就当我被困在厨房的时候 老婆刚好从地下室度过 我们好不容易相见呢 我们俩相拥在了一起 真可谓是久别深信欢 可当我们刚从喜悦中清醒 丧尸们就包围了过来 还好牛逼神父 用广播念起了圣经里的咒语 将丧尸们给盯住了 这里不得不说 法师果然还是很重要的 当我带着老婆满花希望 禁止往外走 以为可以解脱时 万万没想到 我来个怎么得弄不死的叔叔 竟然是个笼子 根本听不到牧师的咒语 趁我们不注意 一口就把我心爱的老婆给咬了 这尼玛不带这么操作的 事后 老婆秉持着 宁死不当丧失的勇气 要我将他的手给砍掉 我挥泪砍下了他的手 完事后 抱着他往外继续走 当我们看到天上飞来的直升机时 终于看到了希望 就在我们走出 那个恐怖的地方之后 外面已是全副武装 显然我们也成了被拘杀的目标 爷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看着老婆慢慢变成丧失 我深情的吻了他一口 最后我们俩都变成了丧失 不要问我为什么要吻丧失 这就是爱情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的另一半变成了丧失 你会怎么办呢 快快留下你的神回复吧 好了 电影到这些结束了 欢迎大家的关注 本的作品来源 西班牙电影 死亡录像 起源